- 民視多情城市 43歲侯怡君與66歲蕭大陸 感情番番和和 20年今年5月才宣布結婚喜訊 並開心迎接小生命的到來 不料周康21日爆出 她的老公蕭大陸居然由小三 對象是民視的黃性監製 鬧到連電視台的高層都知道此事 我也不知道我什麼時候變得這麼愛碎念 這侯怡君竟然在私人臉書暴走開轎 他用Beach兩字形容對方 甚至寫了非常具有攻擊性的藏頭是 疑似就是在罵黃性小三 據周刊報導 這名黃性小三年紀相當輕 因工作關係和小大陸變得熟識 A11結果一手手過頭 變成強人家勞工的小三 後一君才因此大動肝火 跑到電視台去心事問罪 找小三整面對決 甚至一度爆發了肢體衝突 最後觸動電視台高層出面了解 最後改名員工任了和蕭大陸談戀愛 欸不過說也奇怪啦 蕭大陸明明已經有老婆啦 怎麼還會去招惹對方呢 而Nonews 今日新聞小明氏詢問此事 節目部副總訓練臺表示 這是私領域的事情 但為了避免彼此日後再見面感受 目前該員已被調離開節目部 求證侯怡君的經紀人 他的婚姻是否被小三介入 經紀人表示 根據侯怡君的說法 連署發文是在講同學的事情 這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只有你被周刊爆料 求恩人家的未婚服啊 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沒有這麼小的選項啦 27歲的雞排妹正佳淳 被周刊拍到約會 打他10歲保持街男王先生 牽扯手捏屁屁 依依情花金hotel 不過據報導指出 該男已有倫及婚家的正宫女友 A女也就是說雞排妹是小三囉 不過A女因不堪切耳 這段三角關係 才向周刊控訴 可想而知啊 這婚最後結不成分手收場 這男是這樣子啊 報導出來後啊 雞排妹在臉書發文回擊 一開頭就說 A女你好 我確實不知道你的存在 但我也不想被認為是第三者 她繼續解釋 跟這名保持街男 已認識了四五年 對方會暱稱她老婆 兩人互相信任理解 不適合用世俗認定的 男女朋友關係來珍惜對方 還說保持街男 男曾多次和她討論結婚 生小孩 想帶她見爸媽 目前我一樣都沒答應過 最後呢 更像正宫A女喊話 希望你發洩到此就好 新聞一觸信 不少吃乖群眾留言 而這名保持街男 王先生是卓有業者 他接受媒體專訪時 認了精神出軌 也就是說A女的確是正高 她也澄清跟雞排妹去飯店 開房間只是純聊天 因為男方表明身體不好 不可能做那檔事 也反駁女友室未婚妻這個說法 嘉純還不忘幫吃乖民眾更新進度 但怎麼有種被打臉的感覺 我不覺得那是劈腿啦 劇情演變到這 吃乖群眾反映是正反兩極 她也一直不斷更新 連根四片紋 終於啊 事件來到了微生 我母親舉居然大逆轉啊 Because 正宫A女發了道歉聲明 澄清自己不是王先生的未婚妻 從來就沒有所謂小三根正宫之說 對於讓鄭小姐受社會大眾攻擊的部分 我願意向鄭小姐正宗道歉 記版面說聲明是趙小姐委託公開的 證明媒體報導的並不是事實 所以這次將不姑息 一定會提告周刊 我出到八點沒有告過 任何一個一般民眾欸 欸 這回她不忍了 要硬起來提醒誹謗她的酸民 要上留言的趕快喔